Manson是 太空 最喜歡的國語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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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vehicles Beyonze Jesson Timberlake 想不出 哇你怎麼那麼多困難的問題 想到我外婆的年代 不舒服 兩個 兩個 兩隻同款不同色的熊 25-26度 哇這個 不要太燙的 我不知道那幾度耶 40度 至少有2500 不太合 喝咖啡 兩次 一副吧 10檔裡面的應該都是我的同學吧 然後 因為我們都 就是 白目的話也聊 然後比較 比較深層的話也聊 我覺得是能夠溝通的朋友 就覺得 還滿重要的 我沒有那麼嚴格 因為我本身也會遲到 送給親友 那時候還在練習的時候 我沒有在算卡洛里咧 憑感覺 想不起來耶 還沒有出現 我現在在華山英文中心這個Coco的手錶 這一支 的發表會 皮夾吧 經典喔 珍珠吧 應該是手錶 很遠 對 我有三支 還滿有四支吧 代表我 最近喜歡紅色 紅寶石吧 熱情 有生命力的感覺 就是 結合了他們經典的這個 2.55的扣子 然後 菱格紋 以及 鑽石 這三個扣子 溫柔啊 鹹熟啊 多變啊 這樣 就全都不是 會不會 多變 嬌小 努力 是嗎 這個呢 就是很像在用包包的感覺 然後你就要這樣扣起來 轉 然後 另外一頭 也可以 搭起來 現在有點大 跟我手上不太一樣 但它可以 兩支扣起來 很像一個 球殼 因為現在很流行的球殼 所以如果你有曖昧對象啊 你問他幾點鐘 就讓 在你的 這個 而且你故意要在耳邊這樣 問他現在幾點鐘 很sexy 嗯哼 非常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下次見喔 哈囉各位Vogue的讀者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賴太太 今天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Vogue樂透乒乓時間 首先為大家抽出的第一顆乒乓球是 啪啦 激情 激情這個兩個字呢 代表就是很激烈的情感 在以字面上的表達就是激烈的情感 那激情跟我的關係是 我 我會有激情的時候 啊 不管是生理上 或者是 心理上 那生理上那東西呢 我就不跟你討論了 好不好 那種東西就是我跟我 賴先生之間的 啊 的事了 嘖 我覺得人到一種歲數已經 比如說 好比我現在已經 今年我要滿38歲了 我好像有些事情 沒有那麼激情了 然後 我只希望我的生活很簡單很平淡 然後平平安安的就好 所以我只能激情於在工作上 那工作上我的激情其實現在我會把 我今年會比較把那個 這份激情這份感情 激情在於那個演戲上面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的第一顆 乒乓激情 Next 好 第二顆 happiness 幸福 我還滿會抽的耶 我抽的這些東西好像 跟我都有一些連結 幸福就是 幸福嘛 幸福呢 就是一種感覺 幸福是來自於你內心的一種 對於生命的感謝啊 然後對於生活的滿足感 曾經有一部電影叫做 幸福來自於覺得 而不是獲得 它是沒有辦法去 用任何方式去賺來的 它只能靠你自己的內心去感受的 你有沒有感恩 你現在擁有的一切 所以我覺得我 以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來說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我就是個很幸福的人 我喜歡這個 Next 疼痛 我生了一個孩子 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生孩子的時候 因為我本來選擇的是水中生產 結果後來我生不出來 我就回到床上這樣子 然後我還是堅持不打無痛 因為我很想知道 到底生孩子能夠有多痛 我有點變態 然後果然 它真的很痛 然後你整個身體是很痠軟的 摸到哪裡都痛 然後痛到醫生幫你 在你的那一部分打麻藥的時候 你也沒感覺 然後甚至他幫你剪那一刀的時候 你都沒有感覺 就是這麼痛 然後可是我覺得 當人能夠經歷一些疼痛的時候 你就會成長很多 因為那一刻的我 我真的覺得 這份疼痛雖然很痛 可是沒有人能夠替我解決 也沒有人能夠舒緩這個痛 就好像生命一樣 很多事情那種痛 只有你能夠自己安撫你自己 只有你能夠自己去度過這樣子 然後而且那一刻的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你要加油 你不要浪費力氣 你要努力集中精神把孩子生出來 要不然你可能要挨那一刀 因為我內心太害怕 我不想要挨那一刀 所以我就非常的堅定的把孩子生完了 唉 我只能說 女人真的生一次孩子就是長大一次 因為在整個過程我沒有 痛苦的大叫 我也沒有大哭大鬧 因為我知道 只有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孩子生下來 所以我不能浪費力氣在其他的事情上 好啦 這就是我的疼痛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份幸福的疼痛 今天我想要三個字 激情 幸福 跟疼痛 激情過後得到了一真幸福 然後你就是得疼痛 然後 天啊 怎麼會有那麼剛好的事情啊 變態 老天爺 你不要鬧好不好 我知道你很了解我 但是你也不用這樣出題吧 那我也要來出題 我要來寫一個題目 我來寫一個 變態 然後因為球就有兩題嘛 我就不會浪費 我不會客氣 我會出兩題 勇敢 好吧 希望 如果下一個抽題的人 拿到這一個 不管他是怎麼樣的狀態 如果那個時候當下他有一點點 沮喪 或許這個東西可以給他一點勇氣 給他一點力量 好吧 祝福你囉 OK 今天的乒乓球時間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會喜歡 Kiddy 如果你可以改變身上某一個器官 你希望是哪裡呢 我要改變肝臟 因為肝臟是一個任勞任厭 一天24小時都在工作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 你還會繼續當歌手嗎 我還是會當歌手 因為我現在覺得自己很幸福 也很快樂 如果從今以後 只能打一通電話 你要打給誰 我放棄了 因為我不喜歡講電話 如果Ella忘了穿褲子出門 你會借他 你不能借他 因為我剝奪了他羅漏的權利 怎麼可以這樣 爆笑 好 我來問問題 如果有一天醒來呢 臉腫著像豬頭 你會怎麼辦 對著鏡頭做一個clean out的表情 如果你有三個月的免費假期 你想去哪裡呢 很用力齁 因為有在撐 其實我每天起床 臉都走得那麼多頭一樣 可是現在就變這樣了 想去北歐吧 遠一點的地方 時間比較長 這首先哪個表情 就是田校啊 然後還有一個尖尖的下巴 圓圓的臉 我辦不到 如果我變成男生 我會希望長得像誰 其實很簡單 就長得像我爸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我跟我爸長得是一模一樣 如果有一個瘋子打了我的桌戀 我會怎麼辦 盯住桌戀 然後趕快逃走吧 如果我是動物 會是什麼動物呢 還要說嗎 當然是豬啊 而且是大懶豬 回答完了 收工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今天我是一名跑者 我是Selina任佳萱 這是我想要做的事 因為我之前跑步我只要一緊繃一壓力 我的肩頂 我的肩頸就會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我這次就告訴我自己說 你要很放鬆 你要很鬆的跑 你要讓你的腿也是每一個腳步 你的腳指尖 你的膝蓋 你的大腿都要很放鬆 那我也知道 也許其他的人 他們的目標都是很好的成績 但沒關係 我想告訴自己 就是要很開心的 很享受的完成 5點07分 然後我現在要準備走去那個 馬拉松的氣泡點 很緊張 吃了一點苦物 吞了一根香蕉 覺得腸胃在蠕動了 怎麼辦 是長照鎮嗎 我覺得一開始在街道啊 跑那些就是上上下下的坡 就雖然坡度不高 可是很長 然後到了最最後 已經到金門大橋這邊的時候 真的太精彩了 我覺得 我懷疑他有這麼走 雖然我一度有點偷偷想說 天氣這麼好 要不來超越一下自己的成績 我就好像覺得 這好像是失去我來這種感覺 我今天的成績是 2小時49分08秒 好 趕快鼓勵一下 我覺得跑馬拉松對我而言 不是說 我今天要跑 我要哭了 我是不是很戲劇化 因為我覺得對我而言 跑馬拉松 就是是一個人生非常美麗的意外 你接受大家的鼓勵 然後享受大家有同一份這一份心 我覺得這個旅程太棒了 每個人都應該要來享受 不管 我今天有一段時 有一段也很感動 我有看到一個女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拍到 她只有一隻腳 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我也覺得 哇 就是 就很激動 我就覺得 天啊她都可以做到 我其實很想過去跟她拍照 我覺得她跑太快 哇 你只有一隻腳跑那麼快 跟不上 而且我覺得也會 也可能會打擾到她 但是 呃 很多人都看到她 我相信很多跑者跟我一樣都看到她 然後我在心裡面 我就是給她一個讚 我覺得她太棒了 對 所以 呃 第二次參與了 我覺得我還 應該還可以再有下一次 並且我希望 呃 看到的人 此刻看到的你 如果你也很愛你自己 你也想要讓你的身體更棒 想證明自己的可能 或者是 只是想要享受 我剛剛說的那些美好的東西 你應該要來跑馬阿松